就说今年的美国大选绝对是史上最胶着的一场选举 不死鸟川普躲过了两次暗杀 票数依然坚挺 民主党外力内任后继无人 咳睡桥出事不利 哈哈姐火线上岗 跟川普玩起了车轮战 双方互相接短 公开骂战 背地暗杀 损招其出呀 颇有一股帝国末日的一份 如今距离正式投票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双方的支持率也颇为接近 据外国媒体调查 哈哈姐目前的平均支持率约为49.1% 川普则约为46.8% 两者仅相差2.3个百分点 水火不容的两个党派 票数出现这么小的差距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如今的美国已经极度的自裂 红脖子跟老昂萨 以及老犹太之间的矛盾 已经难以弥合 这种情况下 川普作为红脖子 以及美国传统精英的代言人 是绝对不能输的 输了就是万劫不复 所以不论如何 他也要赶在尘埃落定前 把这微小的差距拉回来 哪怕是放下颜面 拉曾经看不惯自己的小马入火 10月6日这一天 马斯克跟川普一起 出现在宾州的 未遂暗杀的事发地 一个old money 带着一个科技新贵 共同出现在了拉票的现场 这场面确实是百年难遇 这么有号召力的组合 再加上两人无与伦比的撒币能力 台下的红脖子们 瞬间脖子红了 毕竟投川普他不一定给你一套房子 但投马斯克 没准真能得到一辆特斯拉呀 当然你别看这两人 现在好得犹如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几年前 他们可是互相看不惯的 早在2017年 川普上任总统时 曾邀请马斯克 在总统战略与政策论坛 白宫商业咨询小组 以及特朗普制造业就业委员会 担任顾问 但两人的合作关系 仅仅不到半年 就因为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告吹 很明显拥有特斯拉品牌 力推新能源汽车 替代传统的燃油汽车的马斯克 不可能坐视石油产业的发展 通过提供燃料 给燃油汽车续命 而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目的就是给石油产业松绑 这之后 两人的关系恶化 多次在社交媒体 等场合隔空互喷 然后到了2020年的大选 老马虽然还是共和党的金主 但他开始支持该党的政治信心 弗洛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 老桑跟川普闹矛盾后 老马在社交媒体上直言 你都这么大的岁数了 回家零点退休金得了 还要啥自信车呀 牙子必报的川普 哪受过这种委屈 直接发文回怼道 当年马斯克来到白宫找我要补贴 补贴那些跑一会儿 就没电的电动车的项目 一开就煮摘火的无人驾驶项目 以及不知道回飞到哪儿的火箭的项目 如果没有这些补贴 他就是一问不止 两个这么有身份的人当众骂机 着实把老昂萨们看门来 根门的是 仅仅过去了两年 老马在川普第一次遇刺后 突然公开宣布自己将再次支持特朗普 并向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提供了巨额的政治献金 咱就说你老马是被人胁迫了 还是川普把大一万许给你了 态度变化咋就这么大呢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民主党把他的大儿子变成了大女儿了 而且还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世人皆知 LGBT就是民主党最强手段的愚民手段 老马作为一代首富 要民有民 要钱有钱 要地位有地位 唯独在自己的大儿子这里翻了车 换成你 你甘心吗 当然 这可能只是老马选择川普的理由之一 同样作为生意人 川普的很多政策 还是很符合老马的预期的 你比如 都爱在社交媒体上挟比比 而民主党对社交媒体就很不友好 再比如 都讨厌非法移民 而不是像民主党那样 为了选票 干当圣母表 最重要的是老马这次出山 据说是下了血本的 他直接宣布 推荐一名摇摆州选民的人 都能拿到47美元 他的目标 是搞定其他摇摆州里的 100万名的注册选民 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将需要支付总额达4700万美元 这支持的力度 川普如果真的当选 绝对能给他个部长当党